可不可以 什麼事都不做 我的回憶就被記錄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的床 好亂 好亂 你說我家的床好像跟他可以比是不是 他這個床那麼小喔 他的床很少 好 這個是翠希艾玲 他在1998年的作品 那這個英國的藝術家呢 他的這張床 這個藝術品 花了多久的時間做出來 4天 4天 更多 因為4天是他失戀分手後的那4天 可是他會做這個作品是要先幹嘛 失戀 所以他在談戀愛的結論 其實已經在準備 好就是這個翠希艾玲年輕的時候呢 好他就談了一場戀愛 就被分手了 就打擊太大了 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好就是困在床上 他是自己因為太悲傷了 沒有沒有心力在下床 對他就困在床上一直哭 然後呢他就等到4天之後 他就突然有就張開眼睛想說 好像夠了 不過好像已經4天的悲傷 我就可以稍微緩解 而且他那時候口很渴 我跟你講喝水 因為那時候那個別人在下床 然後他就下床了 下床他就去廚房倒杯水 本來是玉琦呢 他還要再回到床上 喝個水就要回到床上繼續悲傷 好結果當他轉到房間的時候 他就站在旁邊看著他的床上 哇也太噁心了吧 怎麼可以這麼髒 好有什麼東西呢 垃圾 好一大堆垃圾 有熊熊 他上廁所在哪一趟 欸欸欸你問得好 你要在床上 因為他上面有髒掉的內褲 就是他的內褲 就是髒的他就脫掉然後扔在床上 然後哎喲然後再 放在地上 好丟在地上 然後呢還有喝 他就喝酒想要那個 喝醉就不會悲傷了 他就灌醉 好所以他有很多的酒瓶 然後他那個時候呢就抽菸 好然後那個 那個破掉的褲襪 好也扔在床上 好結果整個床都是他那幾天的 生活的那時候 你看這邊就幾個空酒瓶嘛 好然後髒掉的東西都留在那裡 然後煙灰缸 他就看了說哇這個床長那麼噁心 可是這時候呢你知道藝術家的腦袋 那個天氣都打開 他就想像 如果今天把這張 這個床 原封不動的 搬進美術館 在那個美術館純白的那個空間 展出 就是他現在還在各地展出 而且已經有人出 出價要收藏他 你知道 台幣多少錢 欸你願意花多少錢 收藏別人睡了那個 分手四天褲床 一塊錢 零塊錢 零塊錢 我還沒不願意收藏 我看1.3億 1.3億 台幣 1.3億 為什麼會花1.3億的錢 因為他 他的那個 一個湊天的內褲 對 因為他已經是藝術品 不是日常用品 然後他不會發美 有可能 1.3億 對啊你就想 那個內褲放那麼久 可能就 好我跟你講 他的那個在藝術史上面的重點是什麼 他顛覆了大家對 不是內褲 顛覆了大家 對藝術的想像 就原來連生活中的東西都可以變藝術品 然後他之前空運到日本要展出的時候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海關要檢查 哎呦這什麼噁心的東西 然後海關本來要把這個噁心覺得他帶了很多病菌 本來要把他銷毀 對 就是 不敢相信這是藝術品 蛤 你要跟他說這是藝術品 對 海關不相信 他有動到嗎 蛤 海關就是那個到機場的時候 不是海怪 海關 海關就是在機場要做檢查的 檢查這個東西可以進入我們國家 好然後他之前還到另外一個美術館 然後就引起很多人批評就是說 第一個有人批評是你把你的生活的醜陋的那一面展現出來 好那也有人批評說是好髒 這也可以叫藝術品 然後就有一個阿姨 他去看展的時候看到這個 他就不可思議 然後你知道阿姨做什麼事嗎 吻這一下 吻 他在打掃工具 想要去清潔 他受不了一個那麼髒的東西在美術館 然後他就想要去給他洗床單 大家後來有被 有被阻止 這個事情 要去睡一下 這個藝術家有跟行動藝術家合作 真的有另外一個藝術家 他是用行動來做表演的 真的有睡在上面 但是你就知道說這個藝術家 他轉換了一個觀點就是 雖然這些就是很頻繁的事物 可是當我們他變成一個回憶對不對 他就是我回憶的象徵 還活著 他現在呢就是回過頭去看這個作品 然後他就發現上面有一條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戲的那個腰帶 那你知道那個腰帶現在怎麼樣嗎 扣不上 對已經扣不上了 那我看的時候其實我覺得 我很可以感同身受 因為你們一定沒失戀過對不對 有失戀過的舉手 大方承認 那我去安慰你 沒有對不對 好那我本人呢就是很 來hug一下 好本人我就是容易失戀的體質 所以我看這個呢我就很有view